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一名男子趁家人外出,叫五岁外甥女到他房间,借此性侵,女童向家人说出舅舅恶性,家人带他去验伤并报警,揭发自己性侵案,但在法庭上,他的辩护律师竟变称女童的处女魔没破,仅止于猥胁,但法官发现,根本是男子的生殖器太短小, 勃起时只有二、三公分,加上女童的愈合能力强,所以处女魔才会完整,将男子一家重强制性交罪判刑,七年六月,联合新闻网报道,男子否认性侵外甥女,他的辩护律师主张,女童的处女魔还很完整,如果被性侵处女魔绝对会破裂,证明该男没将生殖器插入,应该仅止于猥胁, 被害女童的医院验伤诊断结果为右侧阴部发炎,确实没有无处女魔破裂,会阴部撕裂伤的情形, 但法官查阅医学期刊的相关文献发现,处女魔型类众多,性侵不见得会造成处女魔破裂,加上儿童与何能力强,或是插入的物体短小,也可能是没有完全插入,这些都可能让处女魔保持完好。 法官也发现,该男的生殖器短小,勃起时近二三公分,判断因是男子的生殖器勃起时短小,也没完全插入女童下体, 所以处女魔未破裂,将男子以加重强制性交罪判刑7年6月。